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四百八十集 想到花园里转转 咦 大小姐 怎么是你啊 她抬头望去 就见萧玉若静静站在身前 她身着一身鹅黄的衫子 细细的腰枝如初春的杨柳 身材丰满婀娜中勾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大小姐轻轻望着她 柳眉弯弯娇俏眉 长长的睫毛微微闪动 鲜红的小嘴儿 仿佛新生的樱桃一般娇艳欲滴 红润诱人 她脸上似是打了一道薄薄的胭脂 带着微微的粉色 艳如三月的桃花 黑白分明的铜毛 仿佛秋天的湖水一般清澈 丝沉不染 怎么就不能是我 萧玉若轻叹了一身 挨着她的身子 缓缓坐在床沿 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施舍还疼吗 林婉容嬉戏一笑 本来还是有些疼的 不过见了你就什么都好了 要是大小姐再施舍一个相吻 那就好得更快了 往日里与大小姐开玩笑 总会引来她一番轻怒博尘 今日却是不同 萧玉若呆呆望着她 护得落泪轻气 便是个无耻的坏痞子 都伤成这样了 还弃贼心思 你倒是快活了 是将别人的魂魄都吓掉了 大小姐抬起衣袖 轻擦了擦眼角 泪珠却是越落越多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伤心事 她竟是英明一身 捂住面颊 哭泣了起来 大小姐 别哭啊 见她泪珠纷纷速速 似是止不住的样子 林婉容也慌了神 忙拉住她小手 笑道 受伤的是我 癌痛的也是我 我都没哭 你怎么反倒落起来了 她与萧玉若相处的时间最长 受她的刁难也最多 从金陵到京城 一路走来 中间分分合合 误会闹了不少 心里对她的感觉颇为特殊 记忆也颇为深刻 既喜欢她坚强的性子 却又留恋她温柔似水的模样 萧玉若擦了泪珠 哼道 我才不要落泪呢 都是你闹的 自打金鸣与你相识 你便不住劲地折磨我 没叫我过过一天的安稳日子 我也过得不安上啊 林婉容笑着 在她手心挠了一下 神色淡淡 语声却颇是坚定 可是和你在一起的那些时候 我却开心得很 我 我也很开心 听她轻声细语与自己说话 那温柔尽道 是从前未见过的 大小姐感动至极 笑着笑着便又哭了起来 小手在她胳膊上狠狠捶了一下 你这坏屁子 便专门撞我眼泪的 林婉容和和直笑 声授了她这一记小诚 房中只有她二人 大小姐紧紧拉住她的手 温情默默凝望她 二人都不说话 这般温馨的时光 便仿佛回到了 在金陵独处的时候 甜静知己 你对娘亲做了什么 与大小姐的这种甜蜜滋味 很久没有过了 林婉容正闭着眼睛 惬意享受 忽听肖玉若雨声悠悠 在自己耳边叹了一声 闪失什么 林婉容惊的话都说不利错了 大小姐 你可不能乱说 我是称白的 我能对夫人做什么 肖玉若美丽的大眼睛 紧紧盯住她 双眸中似有淡淡的水雾 小手将她手腕捏得生腾 见她目光灼灼 林婉容也吓了一跳 刚才是老皇帝相问 现在又是大小姐提起 难道我真的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吗 靠 我怎么不记得 在废墟里那段时光 真的是她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最纯洁的时刻 连一丝龌龊的念头都没起过 又何谈对不起夫人呢 她自问问心无愧 也不辩补 只静静望着肖玉若 心中渐渐的平静 大小姐与她住室良久 终是缓缓收回目光 轻叹了口气 哽咽道 你知道吗 娘亲要走了 那个 听二小姐说过一点 她急忙眨眨 酸胀的眼睛 惊一道 大小姐 夫人为什么要走啊 肖玉若苦笑摇头 我若是知道 也不会来问你了 那日未出事之前 娘亲还高兴得很 丝毫未提起过要回金灵 只是 等到你们被救起 本该高兴的事 却不见她欢颜 性格也沉默了许多 娘亲以前 是最喜欢与我说话的 这倒是怪了 林婉容也有些差异 在那么危险的环境里 我对夫人也是毕恭毕敬 唯恐 避之不及 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为什么就闹着要回金灵呢 那日你与娘亲 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之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告诉我 肖玉若拉着她的手 满是期盼地说道 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林婉容笑了笑 将那日情形 大概讲了一遍 她虽自认纯洁无瑕 但有些事情 事关夫人名誉 又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 若传了出去 肖夫人势难自处 她便略过些细节 简重要地讲了一遍 听她说谨守礼节 宁愿冒着断腿之痛 也要远离夫人 大小姐狐疑地看了她一眼 轻道 真的 你何时变得这本手里了 大小姐 瞧你说的 林婉容正色道 我什么时候不受理解了 肖玉若横了一声 似是想起某些事 急急低下头去 脸上升起一抹红云 颈膊间 晶莹无瑕的肌肤 映衬着她桃花般鲜艳的脸颊 美艳之急 林婉容看得心动无比 拉住她手 嘻嘻笑道 当然了 有时候我也会粗犷点 但那也只是面对大小姐 其他时候 我可都是一丝不苟的 坏匹子 感觉她大手 顺着自己柔嫩的手腕 向上摸去 大小姐脸色通红 称骂了一声 却舍不得动手阻她 面红耳热之际 想起正事还没说完 便强忍着羞涩道 你 你先停一下 我还有话问你呢 还有什么 你尽管问吧 林婉容正轻轻抚摸着 她柔软的腰肢 仿佛触摸绸缎一样 光滑的感觉 让她心里发颤 骚骚笑道 你问你的 我做我的 咱们俩不耽误 萧玉若急急 拿开她作怪的大手 娇艳飞红地横了一身 讨厌 除了这些 你对娘亲 真的就没做过什么坏事了 我林婉容指天发誓 林婉容忙竖起右手 神色无比正经 若是那天晚上废墟之中 我做了一丝一毫 对不起夫人 对不起大小姐的事情 就叫我吃饭被噎死 喝水被枪死 树银子的时候 被银票压死 便会胡搅蛮缠 见她满头的大汗 似是牵扯到了伤口 疼痛无比 大小姐心疼得紧 忙将她右手放下 揉声道 好好说着话 要你发什么事啊 我便信你还不成吗 你说那日 不曾做过坏事 那平日里 可有对不住娘亲的地方 我发誓 林婉容刚举起右手 便觉一只温软的小手 压住自己嘴唇 大小姐焦急的声音温柔响起 你还发个什么誓言啊 我信你便是了 你这人 连着自己的伤势一点都不顾 便是要气死我了 大小姐眸中含泪 气恼的望着她 惭愧也惭愧 夫人成熟美艳 平时与她闹闹笑笑 多多少少 有那么些不规矩的地方 林婉容哈哈笑了两声 哪敢真的发誓啊 玉若 你要相信我 自前天晚上你提醒我之后 我就严格要求自己 时刻警惕着 绝不做不该做的事情 咦 对了 那天出事之前 你说要照顾我的 到底是要如何照顾 她不动声色的转移话题 脸上神色却是一板一眼 甚为正经 大小姐脸颊火红一片 鲜艳的似要低下水珠 照顾 什么照顾 我不记得了 她娇躯玲珑丰满 容颜娇力无比 这一含羞待笑 便似是秋夜里绽放的海棠 叫林婉容浑身的火热 若不是腿脚不利索 她便要将那好事办了 也省得大小姐日夜难以安枕 听着仙儿的声音入睡 你笑个什么 见她满脸尖笑 大小姐似有欲感 一般浑身酥软 颤抖着声音问道 哪是笑啊 林婉容黑黑了两身 我是在想 什么时候挑个好日子 叫大小姐照顾一下我 您正在收听着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大小姐清脆了一口 脸颊火烧一般 林婉容拉住她手 感受她颤动的心跳 只觉温暖一片 以你的心思便都放下 尽情享受着两情相悦的滋味 与她闹了一阵 肖玉若心情好了许多 轻轻道 那倒是怪了 既然是你没有做恶事 那为何出事前后 娘亲却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啊 更年期吧 林婉容懒洋洋地 打了个哈欠 随口胡舟 大小姐眉头一皱 对她的话甚是不解 你说什么 什么更年期 这个可不好解释 林婉容打了个哈 我是说 夫人人到中年 考虑的事情多了 有时候焦虑难 做出些让人费解的事情 也是可以理解的 什么人到中年 竟会满口胡说 大小姐不满地哼了一声 白她一眼 娘亲成熟美丽 正是大好的年华 哪有你说的这些毛病啊 是是 林婉容笑道 夫人和大小姐一样的青春美丽 就像园子里的牡丹花 年年花开 碎碎娇艳 我就是那辛勤的园丁 日日浇水 夜夜灌干 胡说八道 大小姐沉了一身 脸上的笑容却是忍不住 再也无暇追问夫人的事情 她悠悠叹了一身 缓缓抚下身来 将头埋在她胸前 无声落泪 尼萨尔 娘亲要走了 我们的家也没了 我 我该怎么办 她微微闭着眼睛 神情凄苦茫然 林婉容看得心疼 忙拍着她乡间 柔声安慰 哪里没了 这不就是我们的家吗 大小姐缓缓摇头 我还是想念在家中的时候 有娘亲 有妹妹 还有你 有许多的时光 我无法忘却 便是受你欺负的日子 我也快活得很 萧玉若自小到大 便是以振兴萧家为己任 萧家就是她的全部 眼下萧家乍逢巨变 京中房屋家产 荡然无存 大小姐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她心里的难过 自不用说了 林婉容听得感动 狼声一笑道 不要急 只要人安然无恶 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等萧姐重建起来 我就迎娶你和玉双过门 叫这里也撑你的家 萧玉若休息的恩了一身 那你 还会回我们家吗 回 当然回了 林婉容正经的 要是不回去 我到哪里 再寻个小姐让我欺负啊 讨厌 听她调笑自己 萧玉若羞丧丧又欣喜 紧紧握住她的手 一刻也不肯松开 打开了心结 萧玉若便将自己 重建京城萧家的计划 一一说给林婉容听 何处是店铺 何处做库房 哪里是花园 哪里是秀楼 她都规划好了 最奇的是 在那花园之中 她还布置了三间木房 掩映在百花丛中 简单而又协调 林婉容想了一会儿 呼得恍然大悟 大小姐 这里可是我在金陵住的屋子 萧玉若羞涩 勒一声温柔一笑 大小姐的心思 叫林婉容感动至极 那几间木屋虽然简陋 却是她终身难以忘记的地方 大小姐二小姐清悬 无数温馨的记忆 渐渐涌上心头 你在想什么啊 见她神色正经了一会儿 忽悠变得古怪了起来 萧玉若忍不住开口问道 也没想什么 就是希望这木屋建好了 能让我干点伟大的事情 林婉容嘻嘻笑道 大小姐摇头轻笑 有什么伟大的事情 一定要在这木屋里做啊 林婉容嘿嘿一笑 对着玉若勾勾指头 大小姐清沉一声 缓缓抚下身去 耳朵凑在她嘴边 听她说话 淡淡的女儿芳香传来 大小姐玉体修长 一巾微微敞开 露出洁白的脖子 肌肤静莹如玉 婀娜多姿的娇躯 柔软丰满 浮在她身上 便如丝般顺滑 林婉容急急咽了口口水 在她耳边轻吹口气 嘿嘿吟笑 嘿嘿嘿 在这屋里勾引小姐 这事情啊 难道还不够伟大 萧玉若英明一声 浑身火般滚烫 心里酥麻不已 这木屋虽小 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若是真能与她 在里面做了夫妻 哎呀 羞死人了 她急急捂住了脸颊 面红耳赤之际 心里顿生出 无限的向往 和大小姐说了会儿话 见她娇羞的样子 林婉容心里畅快之急 遥想二人第一次见面时 大小姐霸道强势的情形 恍然失笑之余 却引有格式之感 在大小姐小脸上亲了一口 她忽然有一种强烈怀念的感觉 这次北上炕湖 若是能活着回来 一定要带上所有老婆 再回金陵去看看 众人似是知道 她对大小姐的特殊感觉 特地留出时间 任她二人相处 就连小醋坛子 秦仙儿也安静了好久 到大小姐离去之时 她才嘟着小嘴儿窜进来 一跃钻进被窝 紧紧搂住她脖子 相公 我好不好 好 林婉容言出由衷 秦仙儿泪珠连连 柔声道 相公 我虽然喜欢捏蒜吃醋 却是因为爱杀了你 你喜欢哪家的姐姐妹妹 就对我说 我去把他们骗来伺候你 你也不用担心我 我心里难过一会儿就好了 林婉容在她隆起的风臀上 拍了一下 什么骗来伺候 你这丫头 当我是淫魔了 秦仙儿擦去泪珠 咯咯一笑 师父早说过了 你是绝世的大淫魔 功力和她有的一篇 这性安的狐狸精 林婉容心中一荡 在仙儿臀上 缓缓抚摸着 嘿嘿笑道 那我就先饮你这小淫魔 再饮那个大淫魔 仙儿鼻子里呜出一声 气喘吁吁道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连师父的主意都敢打 休想 相公 你身子还没好 想想而已 就我这缺胳膊断腿的 能做个什么呀 林婉容常叹一声 与仙儿笑闹一阵 眼看娇妻在侧 妩媚动人 自己却有劲不能使 她心里憋屈得很 早将那暗害自己的人 骂了个死去活来 睡到二更十分 林婉容悠悠行转 秦仙儿悚然一惊 忙抱紧了她胳膊 露出个无限美好的身段 相公 你做什么 林婉容黑黑一笑 眼中冷芒极闪 夜黑风高 正是杀人之时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